毛不易一句榜一大哥 揭开了资本的力量 二零二年某场直播盛典上 毛不易与网红七秒合作了消愁 咱不求强强联合 但也不必分崩离戏吧 与网红徐若曦合唱像我这样的人 唱到一半时就能发现 徐若曦的嘴都跟不上音乐 然而笔毛不易更害怕乐坛被毁的胡夏 在与网红苏珊珊同台演唱那些年时 网红有气无力的感觉 就好似为了穿上那条裙子 硬是三天没吃饭 而从舞台另一边登场的胡夏 下一秒双手迟迈 硬生生唱出了想给人一拳的尽头 同样备受甲方折磨的还有汪苏荣 2020年与网红合唱万有引力 本是一首甜甜的情歌 两人合作全程却没有任何互动 这也生动地演绎了什么叫 钱男政 那啥难吃 然而这还不是他翻车最严重的一次 与网红韩志恩演唱有点甜食 汪苏荣的表情真的是一点也不甜 薛之谦的丑八怪被佩子心生生唱出夜店风 而实力歌手无论何时都能靠嗓子吃饭 然而实力歌手带起一位网红都不容易 李玉刚却能做到一拖六 2017年音乐盛典上 他与六名网红同台合唱刚好遇见你 可台上七个人却唱出了七个调调 除此之外 因为主办方事先安排的站位很不恰当 这样站在C位的李玉刚被调侃为六面楚歌 一次晚宴 陈丽华和王健林正说着生意上的事 池仲瑞突然插了一句嘴 陈丽华瞬间变脸 还强调了一句 你不懂规矩 陈丽华和池仲瑞的婚姻 从最初就不断遭到质疑 两人结婚后 为了给足池仲瑞面子 陈丽华一直公开表示是他主动展开追求 就是这样一句话 直接堵住那些嘲讽池仲瑞攀高知的人的嘴 不过相对于普通人的婚姻 他们两人之间多了不少规矩 我从来没跟池仲瑞要开个玩笑 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 到现在这互相尊重 池仲瑞跟我说话 就是您该吃饭了 您该喝水了 该休息了吧 都是这样 陈丽华出汗 池仲瑞会立马给他擦汗 发现陈丽华累了 池仲瑞也会赶紧搬来凳子 爱妻走楼梯时 他会立马上前搀扶 除了对陈丽华言听计从之外 对于他的三个孩子 池仲瑞也势如己出 也曾因为孩子的一句话 他整整20年不留头发 当年陈丽华生育了三个孩子 眼看自己年纪也大了 他就表明不会再要孩子 除此之外 每天一家人都要坐在一起吃饭 还一定要等到陈丽华入座后 大家才能就坐动快 我家里面人比较传统 对于特别多 所以天天的就是儿女 下一辈的孙子孙女 都在一起吃饭 而且奶奶不动快 谁都不敢动快 奶奶要站起来吃饱了 站起来这几个孙子 全都得站起来 把奶奶送到沙发上 再回来接着吃饭 仅从这三条来看 很多人就感觉到很势离谱 可在陈丽华的家中 这一切都是稀松平常 不少人质疑池仲瑞真的能受得了吗 可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但能忍受 甚至还能忍耐更多 多年来 他称呼陈丽华为董事长 陈丽华则称呼他为池先生 两人平日里也不会用力 而是用力 多年婚姻路从不曾红过的 就连玩笑都没开过 在不少人看来 这样的婚姻生活真的很无趣 池仲瑞根本没有男人的尊严 可他却表示 他能理解我 我能理解他 我感觉两人在一起就很幸福 当初池仲瑞母亲病重 陈丽华花钱花人脉 硬是让池仲瑞母亲多活了半年 直到池仲瑞喜欢子坛后 他更是赤子两个亿 建造了一座中国子坛木博物馆 建造之初 他带着数百名匠人 按照一点十分的比例 将北京十六座古城门完美复刻 除此之外 馆中还陈列着三百多件 明清子坛家具 还有上千件珍稀子坛精品 虽然池仲瑞是嫁入豪门 可那些总是嘲讽他的人 也不见得有他如今的地位和财富 我可以说 我家里面有几个厉害的是 雇不出价格的 如果你真的要拿价格来评估的话 那北京的一套房 应该是没有什么 一个别墅应该没有什么 一瓶香水价值北京一套别墅 几十万的包包 版满了家中衣橱 就连冲奶粉的水 都是三百块一瓶的进口矿泉水 有七哥之称的七威 真的把自己活成了大哥的模样 在录制某综艺节目时 七威将自家冰箱带到了现场 而他不但带去了自己常用的 还顺道带去了一个小冰箱 就在何炅好奇地打开小冰箱 想要把东西拿出来时 七威直接一个箭步上前说道 这是古董 听到这句话 何炅连忙开始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哪个是古董 此时大家才发现 小冰箱里放满了香水 在七威口中 这里的香水最大的已经六十岁了 还是市面上的绝版 堪称古董级别 他曾得到专家估价 对方给出的结论是 有些香水已经是有市无价 底上一套北京别墅完全没有问题 而七威在节目中展示的香水 和家中的存量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 这也足以见得他有多豪 已经是你全部的香水了吗 这是我大概十分之一 除此之外 看到名牌包包掉地上 七威也毫不在意 他依旧眼睛都不抬的声称 这样的包包家里有几百个 七威的豪横远布置这些 当初为了给孩子最好的生活环境 他直接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霍格医院代产 当初贝克汉姆的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一个月的花销高达七位数 Lucky出生后 七威直接选用进口矿泉水充奶粉 一小瓶的价格就高达三百元 小孩子的一顿奶粉钱 就已经赶上普通人一周的伙食费 还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上